而我剛才是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剛中午吃飯的時候 en el tiempo 那是先回答一些 我剛剛中午吃飯的時候在導師時間 你是因為我有那個典型的那個 ADHD 所以我一天剛才講話 裡面也在想說 我們早上有怎麼樣可以幫大家 更具體的知道那麼抽象的概念 嗯 那個反身性 如果用反思跟反身性是一個解釋的像作 欸這可愛的娃娃又得來了 好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們在學術裡面講 它是一個 The music understanding 是一個詮釋性的靈體 或者是一個現象學裡面會講一個 一個還原到重新認識一個我不認識的東西 覺得應該是說重新認識這個 我原來以為認識 但是我會談這個新的認識 就是在學術的領域 它談這個東西各自有專業的名字 可是如果你談理解 它就會是解釋性的理解 就是它是不是那個東西 不是意思 是因為你說我看到那個邀請塔 在我的在媽媽的手裡展開的那一剎那 其實可能對媽媽來說 她就是一個我要去到了孩子表演的一個吃飯的現場的一個指示的工具 然後我只知道我要去 可是我在那個剎那我賦予了她一個詮釋性的理解叫做我的話叫做油酒精的母愛 就是說那個是母愛 就是當我看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給了她一個解釋性的定義叫母愛這樣 那但是她的母愛跟別的母愛不太一樣 就是她的母愛裡面是有酒精的 可是他們因為那個酒精的味道跟印象 讓我們認為她是一個失職的母親這樣 那如果用現象學的話 她就會是還原了那個母愛的樣子被罕見 就是說本來我們看不見母愛 我們看到一個回家有沒有飯吃的小孩 然後成天讓孩子覺得很焦慮 就是孩子要回家以前會先打電話確定家裡有沒有人這樣 那常常你會覺得家裡有沒有人 那家裡有人呢 有人下一句就是那那是行的還是沒有 就是那個那個整個那種 你可以想一個孩子每天要回家之間對的那個家這樣 那那以我們就我之前告訴大家 我是那種回到家就是就是熱騰騰的菜就在做這樣 四菜一堂可能是最基本的 然後有乾淨的衣服可以換 然後早上梳完童髮 訪完漂亮的五年節或者是訪帶 你才去上學衣服有人躺 就是我們習慣的一種母親的想像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家母親是缺席的 可是常常母親存在的樣貌 是我們看不見的 就是他不存在 他那個樣子樣貌不熟悉 所以其實那個反身性 用另外這兩個角度去看也是可以的 就是說你不用一直拘泥在他是反身性 或就是你在那個當我剛剛就想到一個例子 但是這個例子非常的殘忍 但是我現在到時候我在跟主辦單位商量一下 有一些東西是不是要把它剪掉 這個故事是這個例子是這樣 就是這幾個孩子不是我無規無的孩子 是我的學生在輔導室工作 我常常有的一個角度就是我的學生遇到那種 那個叫什麼 醫院叫做重症病患 就是就會我就會接到電話或者是E-mail 現在都能亂丟筆 就會說老師我有三個被安置 然後現在又回到家的小小女孩 然後三個小孩 那他們的情況都不很好 那我們就是學校裡面就是輔導計畫 就是什麼八次什麼這種 就是都搞不清楚 但是學校類似的就是要八次就對了 那他說可是呢 小孩子來就是這樣 可以輔導啊 就是就是好 那原因是因為他其實是父親的問題 就是他父母義離 然後爸爸沒有工作 然後爸爸就成為毒販 就是毒販 就是那個地方爸爸就是那個 就是他們家就是那個 大家會去取毒品 毒販藥頭 啊對藥頭好不好 然後呢最高高的是呢 因為他爸爸當然也就有毒癮了對不對 那爸爸賺的錢不夠呢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叫情受不如的事情 就是呢 把他最大的女兒呢 說那個那個誰喜歡你 那你作為他的女朋友 就把女兒送給那一個毒販當作 用性交換他使用的毒品 這樣聽懂嗎 那女兒傻傻的就以為這是他的男朋友 好就他就真的跟那個男人在一起這樣 然後就是情況 那那被發現以後 當然就是不行 然後不行 然後又發現那個家常常會有 毒瘾的人進出 所以就孩子都被安置嘛 就被人家 那現在回來了 要給他們輔導 那學校的老師就 那學校的老師就 我的學生就說 這都不是孩子的錯對不對 今天他怎麼補導他 我就說 他就是這麼倒楣 身在這麼爛的一個家庭 然後又在很偏遠的地方 其他的資源也沒有 那我的學生就跟我商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八次 全部都來去烏龜屋 然後我施展的社工替代藝 我就包括學校老師的意思 我們就輪流陪去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跟你討論 怎麼照顧這三個小孩這樣子 那我當然很同意這個說法 因為剛剛有人跟我談到張老師 我做又是張老師做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那個被強迫 被規定輔導這件事情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壓迫這樣 這孩子就來了 那我自己因為有 也做永遠西灣小學的客服的工作 我也是整個花園地區 永遠西灣小學客服的負責的人 我們從秀林鄉到玉里 我們兩百公里的路程 我們有大概每一天 有五百個壽女學生這樣 所以是台灣最大的永遠西灣小學 所以我有一群社工 就是我也訓練他們 用這些方式就是 我們比較 我們得做客服 就是永遠西灣小學要做客服 可是我們希望做比較不一樣 我們就會穿插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給他們一些訓練 那也給他們類似這種理解式的訓練這樣 那有一個希望小學的客服的這個社工 他就是想要去做那個 立心基金會的那個專門做未婚懷孕少女的安置 就是他一心一意想做這個 其實他當然在他的生命經驗 他身邊有遇到這樣子的親戚或者是對象 他很想要幫助 所以他就去做這個工作 好 那所以這幾個小學就來了 然後我們也知道他們的情況不好 然後過了一陣子以後 確實因為我們就沒有把他病理化 就是把他都融入到我們的小店 也沒有人才覺得他們是誰 然後他們就做得很好 就是他們三個三個孩子在我們圍巫 那我們也甚至於創造了讓他們在圍巫 可以過夜參加活動的環境 然後外出的活動也帶上去 就是與他們無意就對了 好就是學校的老師也覺得很棒說 不太這樣是對的 把他回收到生活 然後他們開始有一些正向積極的東西 因為他們在圍巫 還是會有什麼沙遊時間 要去看他們的心理狀態 那老師就會拍一個沙遊回來說 現在的沙遊裡面的結構怎麼不一樣 然後會有商店的 然後會有顧老師形象在裡面什麼的 他們就是他們不在意那個啦 但是沒辦法因為要擊爆成果 然後故事就過了幾年 就是最大的這個女孩呢 的那個獨小男朋友被抓起來了 所以學校很高興說 啊這樣子就可以脫離骨骸了 因為因為這個男人被抓了 他就不用就是不用被這個男人迫害了 那學校老師很開心 可是呢那一年的 國中畢業是六月嘛 六月這一年的四月 有一天有一個老師就跑到輔導室說 欸那誰誰誰怎麼變胖的啊這樣子 你知道嗎 總國中畢輔導老師聽到胖這個字 好像是整個就是就是驚悚這樣 然後好疑問之下呢 然後越近一點就決定沒有來了 好 然後他們再推算不對啊 這個這個獨小狗就被抓了啊 就是說 他不可能是在這段期間 是這個這個男朋友這樣 他一問之下才知道說 喔很抱歉老師 他不是只有一個男朋友這樣 然後他也不知道這個小孩是誰的 就是好幾個男朋友這樣 那怎麼辦 就 只能通報 因為這種事情就是 法律就是通報 那通報以後呢 就這麼巧 就放到一星期經會 就是我以前 有一千萬小學這個社工的手上 到小亮的手上 那小亮就知道這件事情 就說 老師那我需要跟妳做一些 就是按組的一些聯繫 就是搞清楚他的這些資源系統 好 那也因為這樣 我才會知道這件事 如果他是換到另外一個社工 就 比較不會這麼coast這樣 好那故事也很複雜啊 總之最後呢 就是決定把這個小孩生下來 然後呢 交給外婆 就是找到孩子的媽媽 就是好不容易找到媽媽 他媽媽願意照顧這個小孩 就沒有出 就是不用出這樣 對媽媽 對 你有再專心聽老師上去 好 等一下搬家一點 這樣 那 就 也都一切安全了 好 可是就在這個 大家 就等待小孩出生的過程 嗯 那個小baby胎死腹中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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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沒了 然後那就要去醫院進行手術 好 那就要爸爸 因為爸爸是法定監護人嘛 那媽媽 因為已經找到了 所以媽媽也來醫院陪伴爸爸 然後社公園這樣 好 那故事重點來了 就是在醫院裡面有一些文件要簽署 好 那就是 就是 就是好緊張這樣 好 那 那個 嗯 醫院都亂招招的嘛 就是不是一個 但自己的獨立的空間就是 嗯 小燕就說 一轉身 欸 爸爸不見了 嗯 就是那 那 就要簽啊 龍劍了這樣 他就找到 用了這麼大的醫院 就找到 可是 因為這個小亮 他是很 就是很認真的 所以他去做了很多人 就是要做幾個療療 所以他就 然後 就是 散過一個念頭 就是 欸 好 那 有沒有可能 爸爸在這個時候 跑去喝酒 這樣 就是他散過那個念頭 然後 醫院的附近有 有 只有一家7-11 他就跑到那個7-11 然後他的形容是這樣 他遠遠的看到7-11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個人 就是 就坐在那邊 然後他一眼就認出那個是爸爸 而且看到那個爸爸 再喝酒 他說 老師 我在那一剎那 我的 立即的衝動 就是我很想衝過去 用我 全身的力氣四肢 踢他 捶他打他 這樣子 就是 就是我的憤怒到極點 就是 因為你把你的女兒出賣 然後你的女兒 繞到這樣的下場 然後 今天要做手術 在關鍵要簽名的時候 就跑來喝酒 情重不如的傢伙 他說 我在 那一個剎那 我 我就是想做這個事情 他說 我可以溫溫這樣去坐 我幹嘛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情重不如的傢伙 他說 但是呢 如果我這樣做 大家看一定就逃跑了 然後就沒有人簽名了 然後 手術間又不能做了 然後那如果一剎就躲起來了 就很麻煩這樣 所以 我只能在那一剎那 想像 我已經把他打了一頓 然後呢 我就想到 老師講的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就開始 讀一些地勢世界的文章 在談那個 怎麼向 這個 我們覺得不堪的對象 學習這樣 他說 但是呢 我又同時需要做一件事是 他不能看到我就跑走 這樣子 我就沒有人簽名了 所以我 我同時要去想 我怎麼理解他 同時又要想 我怎麼樣能夠 不讓他逃跑 願意跟我回醫院這樣好 那我就這樣走走走走 走過去的時候 就是他要創造一個 剛剛我們講到 才是一個理解嘛 那他就說 他就做了一件事 那個 你說爸爸做一件事 他就 就悄悄的 不要讓他發現 然後就靠近他 然後他做這個動作 蹲下身體去 勾住爸爸的手 他說老師 因為我怕他跑掉 這樣 他說我就 勾住爸爸的手 他說我只知道 我要先 勾住他 他說但是 因為我 我那個 已經打過他一頓 就是 我的那個 幻想世界 已經把他碰到一頓 然後已經 發洩我的憤怒 那我在一直靠近他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自己 講了一句話說 啊 這個名簽下去 不容易 聽到他講自己 他說 聽到我來講那個馬 他說這個時候 爸爸的眼淚掉下來 他自己的眼淚掉下來 就是講話的人的眼淚掉下來 這樣 好 那他說那個 那個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有一個 寧靜的 好 然後 那這個眼淚 也不是那種 那個 剛剛講那個 剛剛有姊姊講是戲劇系的 那個是 不是演出來的 就是 他就是 就是 就是 很 很平靜的 兩個眼淚 兩個人都掉了眼淚 然後 擦一擦以後 就站起來 然後 回到那個 醫院這樣 那後面這一段 很美麗 就是說 大家本來在一個 很憤怒的狀態 為什麼在關鍵的時候 這個人逃跑了 而且在關鍵的時候 他去喝酒 這是什麼鬼東西這樣 可是因為 他帶了這個平靜 回到這個現場 那當然 這個爸爸的 神情 跟那個 那個 眼睛的那個 那個 沒有 還是是一種 一種 不是 不是擦肝的狀態 他說 我 我感覺 那 孩子躺在那邊 的 那一擦那 他感覺到一個東西 叫做 父愛 他說很奇妙 就是說 這明明就是一個 情獸不如的傢伙 可是 可是 他因為這樣被帶回來 有一個奇妙的 的 氣氛 在這幾個人當中流動 那 這一個 這一個 生命如此不堪的孩子 在 面對到他肚子裡 有一個生命已經結束 而且要離開他的身體的 那一個 moment 大家都被 comfort了 就是 都被 都被安慰到了 好 那包括 這個媽媽 其實 媽媽其實有很多的愧疚 對不對 因為 因為 他也是不堪 沒有辦法 所以必須要 保有自己 才逃離了這個家庭 然後也不知道 原來逃離以後 他的女兒們 受到 這麼悲慘的 結果 所以其實是一個 悲慘的 生命處境 可是 在 那一個 moment 有一個 我覺得說 如果拍電影的話 就會有 很光 這樣出來 就是 就是那個 那所以 當 這個 第一星人社公來 跟我講 這個部分 跟我們大家講 他說他要來跟我們講說 他覺得這一些 能力 在現場 他說 我沒有辦法改變 一個情受孤辱的人 對吧 就是說 他不可能明天就 改過自信 他 他也沒有謀生的能力 他 這件事情過去 他可能還是會回到 那一個破房子裡面 繼續 去做規法的勾搭 然後 只是他 不能再賣掉另外兩個女兒了 那這個女兒 也可能後續要有一些 社會的介入 這些我都不能改變了 但是 那一個 刹那的 那一個moment 就是那一個 當下的力量 一個是我們其他人 之後可以 在五人生 很重要的力量 然後 他也相信 這個爸爸 再回到那個不堪的生活 他有這一個moment 就是他 他可能是在 他有記憶以來 已經沒有 他已經知道 上次他為 為一個 他的女兒 或者是身邊的人 牛類 是什麼意思這樣 他覺得那個是有意義的 好 所以我剛剛在想說 我要怎麼讓你們了解 他並不一定要是 那麼學理的reflexive 就是說 其實你只要在你的現場 有意識的去創造跟 定義這種moment 就是 那這個moment 都不是真實的一個實體 其實是你 是你因為某一個 你願意放下那個 憤怒 價值觀 很多你願意放下 那個這個其實很辛苦 尤其是你可以想像 這個現場有多辛苦 因為是邪肉模糊的 這樣 我有邪肉模糊 你們可以同意嗎 那真的很淒慘 對不對 賣女兒這樣 這是什麼東西這樣 那 可是 可是那一個力量 產生的時候 是真實 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 但是 假如我們就要很理性的去想 他到底可以改變什麼東西 去創造什麼東西 你又沒有辦法抓到實體 可是通常我講這個故事 大部分的人都會知道 這個故事產生 對這些人的意義跟力量的後續 尤其是對那個女兒而言 可能他在人生之後 最關鍵的時候他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很多文學作品 大家都是一個很簡單的態度 就是我的爸爸跟媽媽愛我嗎 我們很多人生命的缺口在這邊 就是 感覺自己的爸爸媽媽是不愛他的 這樣好 然後就出現很多問題 可是當他那一剎那看到 他的爸爸的眼睛是濕潤的 走進那邊簽名 那個 我有父愛這件事情 是那麼真實的存在 可是那個真實 不是這個真實對不對 好 那也不用被講出來 也不用有一個人說 你的爸爸其實很愛你 就是八點檔 這樣就不行了這樣 好 就是默默的 剛剛那個東西去流動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想要用這個故事說 假如我們做實驗教育 我們要改變的是那麼大的東西 對 我們要改變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立即要改變這個大的結構 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大的結構有太多 不是我們掌握的因素的 然後我們就會怪政府 怪怪國家這樣 怪怪我的主任 怪我的校長 嗯 與其這樣 在你的工作裡 就去創造這個moment 好 就是去 不斷的去創造這個moment 那你 你如果理解了 它不是一個實體 它就很容易被創造出來 那這個創造 然後我用普通的話 普通學理的話講 就是 嗯 如果你再來看吧 我會講的 就是 找有力量的方式 解釋你看到的東西 就是 我怎麼說它 我這樣說 我覺得會有力量 我就這樣說它 就這麼簡單 好 你為什麼那麼不清化 這樣一定是一個 沒有力量的東西 啊 你真是比上次快一點點頭 就是有力量的東西 就這樣 好 我的 我的好朋友 那個 正上文校長 我 我常常處理孩子 偷竊啊 什麼的 就會覺得 唉怎麼辦啊 沒有 可是 能量好的時候 就是會有信心 有一次我就應該講這個歷程 我說 那你的呢 我想要知道你在面對這件事情 他說我就是一樣啊 顧老師 他說 比如說我的小孩偷東西 然後呢 又偷了 然後我就看著他說 欸 我們上一次偷是什麼時候 我們喔 我們上一次偷什麼時候 他就說 那再上一次 啊 這一次後面上一次偷 減少了兩天耶 這樣 所以 有忍住喔 你有忍住 就是 他就說 我就說 對啊 我們常常在現場就睜眼說瞎話 可是 當我說 欸你比上次進步了 因為你 我知道你很難 就是不去拿人家的東西 可是你比上次進步了 你有忍多年輕這樣子齁 那我覺得你會更進步 他說 這樣的時候我不是有力量的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 他也不需要這麼 這麼學理 跟這麼深奧 他可以就是 就是在生活裡去找 有力量的方式 處理你的現場 那 你 你不斷的找有力量的方式 處理你的現場 跟早上我們講 你的 反思 會鍛鍊你的身體 讓你的反身性提高 那這邊就說 我怎麼樣 讓我的現場 去創造 那一個 新的理解 產生 那這個新的理解 讓我 讓我可以有不一樣的可能 可是這個新的理解要怎麼產生 不斷的在我的每一件事情上 我一定會先有人談斷 怎麼又偷了 好 那我就再去找 在這個偷的事情當中 事件當中 有沒有我有力量的話 可以說出去的 即使看起來是睜眼說瞎話 有沒有 你已經忍了 你比上次進步了 你多忍了兩天 很棒 這樣子 都是可以的 這樣 所以 所以在操作上 我們可能需要一些 操作的技術的話 就是我只能告訴你 用有力量的方式 在現場 找 話語的方式 就是用有力量的方式去說 對 好不好 那洪春明老師有一個故事 他來講的時候 他說他 你們知道他就是一直被退學 一直被退學嗎 你們知道嗎 他就是一個師專 被一個師專 退退退 退到好像是皮東師專吧 最後一個師專 他是皮東師專畢業的 反正就是 已經到變相替代了 然後他也已經被記過到 就是最後 如果再犯一個錯 他就要白白了這樣 好 所以教官就跟他約定說 哈囉 你來了 你沒有睡覺嗎 哈囉 哈囉 你好 好 那 所以他就 就 只能再有一次機會 他就要被退學了 那 同學呢 就開始想要搞他 就一直激怒他 激怒他 激怒他 然後他一直也想要答應教官說 他就說 我就是不要再跟人家起衝突 不要再打架了 所以呢 就忍忍忍忍 可是他忍到有一天 他覺得 我這樣忍下去 我毫無尊嚴 那我為了這樣畢業是要幹嘛 所以他就決定跟這個人單挑 好 他就答應這個人說 我跟你們單挑 然後他們就選了一個幽靜的角落 就是在假公同像的後面 就是 就是那個 比較少人去的地方 去那邊打架這樣 然後 那就有人 就去通風報信 告訴教官說 他們要去打架 要去就是 鬥歐 可是因為 騙巡學校找不到 不知道他們原來在那個 假公同像後面 所以他們就打了 就真的打了 然後 那當然就是 就被移送到教官那邊 黃聖明老師說 他就是 他覺得他已經深思熟慮 就是為了尊嚴 一定要打 這架一定要打 不管打贏打樹就是要打 然後呢 被退學就退學了 他不要為了沒有尊嚴 被連羞辱這樣 那所以他就帶著 決定被 開除的心情 去個教官室 他說那個教官當然很挫折 因為他本來想要攔下這件事情 就可以挽救了 但是現在顯然就沒有挽救 而且來了一個毫無回憶 而且是就是 就是該怎麼辦怎麼辦 教官就把我開除了這樣 他可是沒有想到教官就問他說 欸我們這樣全校都找不到你們 你們到底是到哪裡去打架這樣 他就說講公同向的後面這樣 那當然教官就 就有點懊惱說 對 然後沒有想到這樣 可是呢 教官就講了下面的話說 喔 那個 竟然知道打架是不對的 不能給講公看到 所以 要在講公的後面 這樣還是有可取之處 嗯 好吧 那這次就算了 這樣子 紅村民黨就這樣 他就說 他在那一剎那 醒來說 他不可以在家過日子了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嗯 教官這個Demonstrate的一個叫做 有力量的解釋對不對 就是說 他們在講公同哪裡是要怕講公看見 他們就是不要被別人看見 他們才不關心講公對不對 可是教官嘛 你知道嗎 教官講公很重要這樣 所以他給了他一個叫做台階也好 好 但是 但是黃村民講這個 他說 他的人生春天潑在那一剎那 他本來以為自己怎樣啊 我這個念很重要不能被人家羞辱啊 可是在這麼critical的時間 他沒有再有詩磚可以念喔 就是說他出去就是拜拜 他就不可能念完詩磚了 他說可是這個教官在這個時候 給了他這一句話的時候 他醒來 好 那所以我們在面臨很多 我們看思絕望的事情 或者是量結構性的因素 比如說黃村民的問題 他是一個量結構性 他是一個很有困境的孩子 在長大的過程裡面 我們如果要去解決這些事情 我們是沒有辦法做得到了 但是當他說 當我醒來的那一剎那 他就是去解決這個 他所屬的這個系統 最好的的人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那個邏輯 跟我們想的是不太一樣的 那所以如果教育的現場 需要什麼樣的人 就是需要大家去做那個有力量的 找那個有力量的點跟眼光的那個人 這樣懂嗎 那就是不問事實 我還是要強調不問事實 因為事實常常阻礙我們跟限制我們 去創造那個新的認識跟新的理解 而且這個新的認識跟新的理解 從我而角度 要完全媚得良心才做得到 對嗎 不是嗎 就是真眼說瞎話嗎 就是一定要真眼說瞎話嗎 不然怎麼可能這樣說 這個名很難寫下去 這不是真眼說瞎話 但是也因為他能夠說出這個話 他才貼近了心嗎 是不是 他他是真的 不然爸爸的眼淚不會掉下來 是不是 就是 可是爸爸不知道他在幹嘛耶 爸爸 那這個經歷其實在我們的現場非常的多 就是我自己 我今天沒辦法講那麼多的故事這樣 所以創造那一個解釋性的意義 是我覺得每一個老師要去努力做到的事情 但是你要能創造 你要先力量 把這些東西往上推 你才創造出空間跟眼睛 才創造出不同的感覺系統 然後 有的時候 真的那一句話 不是你理智說出來的 所以其實說 小亮跟我說 他說其實我自己說出這個話 我都很驚訝 就是 就是他其實是整個 讓他自己 就是掉進那個爸爸的世界裡面 因為你看 身體也要往下降 然後想要 你知道 我不知道在這種女生 你知不知道 其實這個是一個困難的身體靠近動作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不是 我這樣靠他很容易你知道嗎 我這樣靠他這很容易的 可是如果是一個毒販 一個販賣女兒 一個禽獸孤儒的 的 的 剛剛被我痛打一頓的家伙 在我的面前 我要 蹲下去 拉他 那整個 就是他 他自己 到那個父親的位置 這個東西 確實很傳神 就是說 我聽到我自己說 而不是我說 這兩件事情 那你怎麼把自己整個空掉 然後靠近 這是很美的一個 一個moment 這樣 好不好 好 那請大家用自己想要問我的問題來問我 我就可以盡量不要講我的案例 他能做什麼 現在在任教的一個實驗教育團體 他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設計 就是 他們是三天在家自學 然後兩天來我們那邊去自學 然後我 這個學期帶來的是自學引導 然後可是從上學所教學做 然後這個學期變成自學引導 有一個反常我覺得 比較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對 就是女性的感覺 她 她是小學我們年級 我們是組L魂 然後她現在她這個年級 她在班上就是跟很多人都 幾乎是每個人都有衝突 然後那一天的狀況是 她 呃 我事後才知道她那一天比較 就是遲到很久 然後她就是上課 上我課的時候 就是十點 十點多的時候開始 然後她就拿著剪刀在後面 呃 帶著男生坐在這邊 然後她就拿著剪刀在人家後面晃 然後 所以 即刻引發了 那三個男孩子的 不舒服 然後她們就開始有一些爭執 然後其實我原本還在回頭 再跟另外一個六幾家孩子講話 然後 她們瞬間就 就開始攻擊她 用言語上的攻擊 就說她就是一個 她們很喜歡打背心 她們就慢慢白癡 真的很背心 然後就一直 就開始一直媽她 然後那個 這女孩子就還是一個晃天 然後坐在後方的老師 她 是一個蠻年輕的老師 應該大學 大學大學的老師 然後她就過來要 就是要制止這場面 然後我其實有點看著她 不知道該怎麼樣做 做怎麼樣反應 對 這女生就這樣子 後來呢 這女生立刻爬到櫃子上 就是大概這麼高的櫃子上 她就把整個人就是塞進去 其實這不太第一次這樣做 然後那個導師就開始在下面就叫 那其實老實講 她先前這樣煩 先前這樣做過的時候 我通常就是 讓那個導師處理 所以 可是我覺得我 就是我沒有比較好回應她 然後下面男生開始就起痛 就繼續幫她就白癡啊 然後就很危險啊 這個也是會傷害其他人 然後我後來就是說 我當她做的一個反應是說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樣回應她 但是從這節目 這樣子長間 然後我就跟她們說 我覺得也許她想要在這邊 靜靜性 我們先不要打擾她 請大家回到我的課堂上 然後帶著有一點點強硬 我自己知道說 我平常不會這樣講話 但我跟她說 這個課堂是我們大家的 你們其他人要喜歡 或是有另外一個 可以喜歡上課 可是 我自己 感覺到我沒有很好的回應 因為我 是因為這不是第一次 這樣子 這樣的事情 都是通常都是這樣 結束之後 一邊再回頭 再跟 再帶其他孩子 再討論和講話的時候 我感覺到是 那個孩子的受教權 每次 他都被其他人排擠進去 然後但他也不知道 怎麼樣好的對應 那我通常都只能夠 等到下課了 然後 同學少了之後 我可能過去 猜猜她說 你女孩好嗎 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對 你不是其實想要問一下嗎 然後 我看這題目 很久了 小朋友都是五六年級 對 那我方便問一下這個 小女孩 六年級小女孩 她的家庭跟其他的背景 我後來才知道她父母離異 然後爸爸在韓國工作 然後媽媽在小朋友 當成學教練 所以他們三個姊弟 是媽媽在家裡 只有姊姊在妳的學校 就是她 她是老大 然後其他的老師是說 她很嫉妒跟很討厭她自己妹 因為分走了父親年後 弟弟妹妹不是跟媽媽嗎 也是 都是跟媽媽 只是就是 因為是爸媽是後來才離婚而已 然後 其實也是有錢人 他們是有錢人的那種 就爸爸在韓國開公司 可是他大概一個月會 回來加完一次 然後 爸媽離婚之後 就去小女孩 有時候當成學教練 也是很久 一段時間才回來 那弟弟不帶妳們去學校 弟弟不帶 是 就是那去哪裡念書了呢 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欸 所以他是因為 比較特別的請 有沒有一個可能 我亂猜 就是說 通常會到 非學校系統 大概有幾種類型嗎 那 你先請說 有一種就是在原來的系統當中 適應有困難 所以也許弟弟妹妹是 OK 所以就她只好選另外的管道這樣 好 我會先做一些我的分析的看法 然後大家想一想 然後再加入 如果他是一個心裡 如果他是一個心裡受到創傷 跟心裡需要幫助的孩子 剛剛這些在教室的現場 其實老師能夠做的事情 就變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限 我要先這樣說 因為 他不只是冰山的那個腳 就是說如果他是冰山的一個腳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他 他 我不知道要怎麼再更好的行動 這樣 所以 他基本上需要 好的 好的諮商跟支持的系統吧 那也沒有那麼複雜 也就是說 如果以孩子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小娃娃 孩子需要的東西很簡單 就得愛 對不對 就是 即使 其實像我們很多孩子的父母 對他們並不好 可是 但是他們知道這個是父母 仍然是愛他們的 對不對 好 那 可是這個孩子有一個可能是 他其實不確定 就是到這個世界上 其實是愛我的 那 所以他 他要 他要去 但是他不會是一個很簡單的功課 因為他可能到了青少年期 或者是到他了 更大一點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會是他 人生很重要的 就是我會把它放到一個很大的 然後我通常也會用一個比較悲觀的方式去看 就是我會用太樂觀說他會 他會解脫了 他會找到一條好的路 他會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如果 這是我的 我的迷信 就是 對 迷信就是說 如果他能夠跟某一個宗教團體 做好連結 宗教的力量跟愛跟包羅特 也許會可以給他這個東西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是在教會的團體 不管是哪一種教 好 即使是怪怪的宗教 都是教這樣 他就穩定了 就是他就會得到某一種穩定這樣 那因為那個還是回到愛跟支持嘛 所以我先會把大格局說 其實單純就剛剛那樣的classroom的主境裡面 我不覺得老師可以做的事情太多 我要先 我要先定這個目標 為什麼 我們在 我們在行動研究當中 我們會談目標設定 就是說 我究竟要 我現在要行動對不對 那我一定要知道我現在行動的目的 定在哪裡 比如說我現在 我要去台北車站 還是我要很花臉 我的策略就會不一樣 比如說我去台北車站 那我又有有限的時間 我的經濟情況又允許的話 我可能就是包一台車 直接過去 可是如果他是在車的時間 他就怎麼 我可能還是得及 就是說 我就很清楚目標手段資源之間的關係這樣 那所以 但是我得清楚 我的目標是在台北車站 可是如果我的目標是在花臉車站 想法又有 花臉又有什麼不同了 我有飛機的選擇 對不對 那所以 我會先把目標 想清楚 就是在我的資源條件 這個各種 比如說你還跟他有多少的時間 比如說太第六年級了 現在已經 現在幾月 五月了 六月了 六月了 這三個禮拜了 那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要想很清楚這樣 不然的話 今天早 我在來的計程車上也聽到 就是 常常我們 昨天我講的那個助人的概念 就是我想要助人 可是那個助人 其實就是一個壓迫 因為 因為當我處理不當的時候 我就是會感覺到你要改變我 然後 即使你的改變是無比的溫柔 我都知道 因為我很夠好 所以我今天需要改變 好 那 那個 比任何的傷害都上 因為 因為 我就常說 如果你拿刀子對我的時候 我可以拿另外一把刀對著你 可是當你用溫柔對我的時候 我如果不接受我就是有罪的人 聽到那個裡面的邏輯很糟糕 就是說 我寧可是你拿刀子給我 因為我還可以保護我自己 可是當你用 愛來對我的時候 但是我清楚這個愛是充滿著 目的的 落差的 要求的 縮討的 那那個愛其實是 是不好的 我不要那個愛 我不要那個溫柔這樣 所以 我會先問目標是什麼 但是如果以這個處境 他的目標是 很少的這樣 好 我先這樣說 我要先 先很誠實的說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就是 會問說 那 我是誰 就是還是會知道 你是誰 你 你 這樣 好 那所以 你還是要把你自己 放到這個處境裡面去問說 嗯 我換另外一個角度 嗯 換你講才不會看起來太殘忍 就是 好我不用一個比較殘忍的方式 但是我盡量喔 就是說 本來這件事 不是 不是 其實你只要自身事外就可以了 可能對這個女孩是更好的 可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是老師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有所作為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能夠幫忙他 這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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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念 本身 需不需要重新被調整 還是說 其實 我應該再回去看一下 為什麼這個是讓我坐地不安 好 也許 我的坐地不安 應該是處理我自己 而不是處理這個女孩 但是我的心裡 其實仍然可以有這個女孩 例如說 因為我四十三個禮拜的時間 也許 嗯 我亂猜啦 就是說 也許我仍然可以知道他的聯絡方法 或什麼 等到他off這個處境之後 我願意變他 變成他人生一個 陪伴他走一段路 那個沒有印太關係的人 但是 我希望他願意接受我的這個陪伴 那也許我會在他畢業以後 我 畢業的時候 可能老師會寫一個祝福的話 還是什麼 那 我放一些勾引性的話 讓他知道 勾引性的話 也是說 老師很希望畢業以後 可以跟你吃吃飯 然後 還是幹嘛 就是說 讓他有一個主導性說 我要不要你來陪伴我 那如果他願意你是他陪伴的那個人 那你就不再是一個老師的角色 而是被他使用的那個角色 去做他後面他需要的事情 就不一定是在那個教室的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兵荒馬亂 兵零層下 而且是有一個立體性的困境的 那這一些其實 太多的人跳進去 只是對他更多的 更多更多的東西 所以 嗯 也許剛剛那話也是對的 他就是現在不需要太多的關注 可是當我跟他叫說不需要太多 可是我又很想關注 我就矛盾了 好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殘忍的建議 就是說 因為我們太多的 我們太多的想要愛這個 這個孩子 或者是想要支持 在這個當下 那麥比不是一個good moment 不是一個好的時刻 而且 因為你重複的說 他已經很多次了 他已經很多次了 所以 所以如果他已經很多次 就像感冒一樣了 就是 不要把它想成是一個肺炎 這樣子 就是他只是一個 不小心走路撞到一下 就是 放重寬處理 然後 然後 但是 當你把重寬處理 這我也在講空間的概念 就是說 拉開裡面 這個事情 立即處理的空間 讓其他的可能性 多一點被看見 然後再重新提供 然後更重要的是 回關自己 又說 是什麽讓你坐立不安 那這個坐立不安 是你適合處理的事情嗎 好 就是 就是還是那句話說 如果他 not of my business 那什麽事 如果沒有清楚的定義到那個是 就不急著出手去 去做一個助人的工作 這樣子 因為我們不是神 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救贖 全部的事情 但是 但是這個可能會讓你覺得 你是冷漠的 讓你覺得你是冷酷的 好 不過 因為我從做張老師 義務張老師開始 我接住很多輔導 我們說 那我身邊有一大堆 資產的專業心理醫師 真的嗎 嗯 跟我們自己這個系統 比較氣味相處 有幾個共同點 就是 第一 我們覺得做人工作 是一個殘忍無比的工作 就是很殘忍啊 就是 那個 那個你需要的就是冷酷的 冷酷的心 哈哈 他們形容說 我們要像外科醫生一樣 就是我們該切都要切這樣 那個 那個是冷酷的 就是你以為這個叫冷酷啦 可是事實上他覺得那個是 好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的住人意識是低的 就是 我們其實住不了這個人 就是我們能住的是非常有限的 這樣 那 那個 我們的對象有任何的改變 都不是我們的貢獻 都是他自己的努力 所以其實父前去知 當成奇怪的事 我就笑他們這樣 好 好來 那所以 嗯 我們應該怎麼重新去 在這件事情上 中 看到自己 的位置 然後 那 用一個比較 比較安慰性的話 就是 他不會是你生命中 最後一個這樣的女孩 但是當下一個女孩出現在 你生命中的時候 因為這一次 你會比下一次更多那個肌肉 跟力量 會是重要的 這樣聽懂意思嗎 齁 那所以 眼前你可以做的事情 不是當下的 可能要把時間跟位置拉開 你才能夠 找到Proper 就是 比較好的那個角色 位置接入 和形式這樣齁 但是 拉開你作為認識自己 就是 從這些人的身上 重新認識自己 會是第二個功課 你要從這個女孩的身上認識的 那就 長遠來看 嗯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助人 我們要有幾個大的原則 必須去釐清 我真的 不是真的能夠助她等等 然後 我不是用愛心去助她 那 所以 我變成一個 比較有力量的人的時候 在下一次 類似的人 出現在我生命的時候 我知道 怎麼去做那個 讓她有力量的人 所以大概我會從這三個 方式去看這個事情這樣 那 嗯 現場呢 其實現場可以做事 你們大概都差不多知道 比如說 你剛剛講他躲到上面去 我們五位屋之前有一個小孩 他的爸爸是在那個 嗯 夜市賣色情 到來光碟的 就是 就是 就是他的工作之類 他當然也賣錢去用品這些的這樣 所以 他爸爸在家就是 大量的要 就 那個 就是 色情光碟 對不對 所以小朋友 村子裡面都知道 因為這沒有秘密嘛 齁 所以比如說 呃 假如說我們要找這個人 比如說這個人 那個 膀肝在哪裡這樣子 齁 比如說我們 就是 就是生活也會這樣 膀肝在哪裡把他叫過來 或是這樣 我們一起幹嘛的時候 小朋友就會說 他在看色情片這樣 就是 就是 就是大家 我 不會用盡各種縫隙去 戲弄這個孩子的 爸爸的職業跟他說 那 那也確實 因為他只要一回到家 全家都是這些東西這樣 那老師當然就是對這個爸爸 嗯 一二三十多的問題嘛 對不對齁 然後沒有媽媽 然後再有個阿嬤這樣齁 那當然你可以知道這個孩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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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有 常常在五六屋這樣的時候 他就是 我們那個桌子是一個很大的木桌 然後 木桌因為很重 所以他就是底下 桌子底下 是兩片板子中間一個板子 才撐起來的 所以 那邊坐腳可以撐進來 這邊坐 但中間很快板子 那他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躲到一個板子的底下去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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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每次一握進去 所有的小孩子都罵他變態 就覺得他很變態 這樣喔 就 那老師他又很變態 他又走到桌子上去了 那 我 我一開始跟 處理告狀一樣 當我不確定我的處理 是更恰當的 我 我是不處理的 因為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最壞已經是這樣了 但是 除非我確定我做的那個動物 會比你們還好一點 與其這樣我要忍住 我要忍住 所以這個是談忍的 我要忍住 那幾次以後 有一天 我就有一個念頭 所以呢 我就決定 他 因為桌子常常的嘛 他就是 因為這邊有一塊板子 就是有一塊 我要怎麼坐一下 這樣 那個手機借我 就是 一個公司 對 這個板子是這樣 好 他就 他就 他就坐在這個角落 你的那個間接 我們 就這樣 就這樣 那他就在這邊這樣 好 他就這樣坐在這邊 這樣你們知道 哪個是你的 好 所以他就 他就 靠著這邊 他這樣 他這樣坐 那我就 去那一邊 這樣靠著 對 然後坐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坐下去 他第一個 你們覺得 他 然後我坐下去 他馬上會 想到的是什麼 可是如果你們就 蛤 你又要來跟我 我對你們要跟我講話 這樣 對 沒錯 他一定會這樣認為 但是我就沒有要跟他講話 我就是坐下去 然後坐一坐 我就開始看上面 看下面 就到處看一看 然後呢 都不看他這樣 然後呢 我就 坐一坐以後 沒有很久 我就 我就帶起來了 然後我帶起來以後 我就跟他說 欸 我覺得你很聰明 因為好涼喔 就是 那好涼喔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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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會喜歡在下面 因為很涼 這樣 很聰明 我知道 我就走 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 就這樣 看看我 真的走了 這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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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歪歪這樣 然後呢 過一下 他就擠出來了 好 那 過 又有一次吧 但是就是 不是馬上連續的時間 我就 在一個比較自然的處境 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 偶爾 躲到桌子底下 去找兩塊 是蠻好的 就是 昨天我就亂講很久 就是我們家就是狗 是啊 他就是會躲到底底下 然後 然後就是 我就覺得他很聰明 然後 而且呢 那天是怎樣 我就 我也提起了 我就是現場 就是亂七八糟講那些話 這樣 那 也 也許是一個錯覺 從那次之後 他不太走到 都會滾下去了 就很好玩 就是說 他的 這一個行為 被 理解 就是亂理解 那我其實有 我在這裡講什麼 我告訴我 我實際上 我理師在那邊感受 人家都覺得 沒有我用太熱 那邊真的不要冷 因為靠近地一邊 然後那個地的冷 那個氣會上來 就會桌子接住 然後熱氣又下不來 真的是 那我就感覺 我的身體 認為那個 也很難 那 所以 也許在那個 moment 我們真的可以做的事情 是 不多的 只是如果 你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 我便沒有要改變他 然後我也知道 那一個 他爸爸繼續 做這個工作 應該是知道 有一天被警察抓起來 而且我們有去查 好像睡得太重 這樣子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大概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那個 沒有什麼叫什麼 就是 聽說到來這件事情 要成立 還是這麼容易的 因為 假如你只要什麼 不直接 還是怎麼樣 就是 就是他那個 就是被教訓 可是警告成更多 然後 你只要一點 只要一點罰款這樣 所以他 一輩子都要在 而且他也有可能 在稍微大一點 他還要去幫忙 銷售 這些的 那我們 就正常的立場 可能會跟家長說 你會換一個工作 或者是你不要讓你的孩子 可是 這一種勸導 就是對家長 再打一遍 然後就開始對家長 一遍 所以 我的 我的立場 比較會是 我先靠近這個孩子 然後 我要靠近之後 我再看我可以做什麼 那 以這個例子 他就是只能在五位屋 像一個遊魂一樣 然後 保護他自己 不要再被別人欺負 然後不要做這種 因為他只要一下去 所以就勾大家來搞他嘛 所以說他本來已經被別人 他沒有做什麼已經被別人搞 可是他只要躲在桌子底下 變態啊 或者是小孩會這樣過去欺那個桌板 你知道嗎 或者是敲那個桌子搞他 那 那 他只要 這個部分 我另外講一下就移動 就是說 改變跟移位是不一樣 他只要稍微移動了 他其實就知道 他 他其實是 因為我其實要告訴他說 你躲在下面沒有解決問題 你躲在下面只是製造別人去搞你 你躲在下面一點好處都沒有 然後讓別人 別人更多的 那個 呃 污蔑你啊 什麼的就是 其實我想要告訴他這個 可是這個告訴我一點意義都沒有嘛 那他必須自己想到 我 我可以怎麼保護我自己 那 如果他慢慢理解 我應該要怎麼照顧跟保護我自己 在這一個複雜的人生 歷途上 他也許可以平移過去知道說 假如我的爸爸就是必須要邁設情況給才能養育我 那 我應該要用什麼方式去 去接應這個生命 好 那 如果他願意跟我們來討論 有那個討論的能力的時候 我們才有一個位置跟立場是去協助他 而不是用各種社會規範先去看他的父親 然後再去看他的行為這樣 嘿 那後來這個孩子大家會想知道結果 他就不在那個村子了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他去向這樣 所以 後來有一陣子他就沒有來就沒有下了 不過 不過那一段時間後來確實就是 有不一樣的他 有不一樣的他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欣喜若狂說 哎呀不一樣了這樣 我們就是坐無其次這樣 因為他很不想要再別人注意 我們就會 不刻意注意他這樣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其他同學有沒有想要回應 或者是提出想法的 對於像這樣的事情 我想你們 你看你們遇到的孩子跟我們 就是可能社經地位啊 差別很大 可是本質可能很多是相通的 好 好 請說 就是 你要用慢做工嗎 可以 可以不要用嗎 要用嗎 我怕他們錄影進不去 會嗎 還是你這邊可以 配合了吧 就是我們在 欸 我們在正常的班級當中 八七 八七 那些都是 好像是小孩子 好像是他們的正常理念 但是 嗯 實際上我有後來 像這一次的情況 其實我們很 很沒有提到 但我們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霸權 好像都圓正宜的路會 就我只要站出來 我不用講話 就是歸於平靜 我就不用講話 就是我們後來會有 就是 對 那 可是我在一開始 教孩子的 時候 我就先告訴他們 也是有力量 在我一開始 接觸到任何一個新班級 我就跟他講說 也 語言是拿來幫助的 不是拿來 就是 是人的 所以我的班級 是不可以講的 這種東西 然後他們一開始都會反對 他說 可是我爸媽一定要講我 好 可是對 你感覺如何 好 當然每個動畫都會對 每次都覺得不舒服 你就想去弄起來 好 我現在每天都很開心 不開心嗎 那我都辦理 因為我沒有辦法 跟別人 跟別人 所以在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 我就有建立一個 在語言上面的 類似 沒有要說好話 但是不要說出錯話 那我就會開放 一整個捷克 說 你們現在說 你們任何覺得 你們應該知道 施開 有昂結尾 中間一個 這個是對我的男子 出錯話 他就自己 聽聽聽聽 所以這個不能講 我就真的 這個不要講 不要去誤人家耳朵 然後我就會講 一些小故事 他們就知道 這就要誤如何 說 人生自由權的關係 好 不能做 OK 是我節奏 然後可開頭一結尾 四針也不可以講 就我的班 不可以講 這也不能講 就對 然後 那那個 可開頭 凹結尾中間 一三針 都會講 他說 自己就拼字出來 因為我那一捷克 就允許他們 可開頭安結尾 四針 更不可以講 所以那一捷克 在一堂所有的 然後海上 就去搜尋 所有讓他已經出軌 他的搜尋 他們覺得說對我對也好 因為他們全部拿出來 都可以講 因為 他偶爾出現一個詞 是沒有被定義過的 他就說 講那個詞很不笨耶 我就會一開始有人說 這個詞 我有說 受不了 好 我覺得說OK 好 那這個詞 我們來定義一下 有沒有人不舒服 你不舒服 我沒有表情講 那本期就有 是 絕對不可以講 在我們幫你 在我們幫你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 那個女孩 她就在做 我看到她做這個型 她如果自己上去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喜歡躲在小空間 像是這間教授 我沒有躲在這邊 所以我會喜歡躲小空間 那她會有一個安全感 那這個安全感 要有安全感 就是一定有人 就我感覺要被攻擊 我被攻擊 不會來去老師 但是老師好像 沒有給我太安全 所以可能是來個同學 或是她的阿嬤 也許是這樣子叫她 也許 也許 所以營造更加安全的好處 也許從我們都有反規裡面先開始 然後再教導孩子去開口 說助人話 也許會比較好一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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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可能性 比較適合第一年級 因為我當時接觸的時候 是第一年級 然後我接觸到的當時 比較不會這樣反覆 可是他們很喜歡去講父母的名字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會知道我 鼻子父母的名字 然後就會 而且那個關鍵字是很敏感 比如說她爸爸叫秋紅心 那你不要講紅這個字 就是有一次我爸爸講紅 我說哇那你真是勇士餒 然後我們又說勇士 然後越旁邊看 然後這個女生臉就錯了 這樣子 然後 一年級他們是有了 一年級她爸爸叫黑豆 就是Dutch的名字 可是 就小朋友每次看到她 就說黑豆 黑豆 然後她就很生氣 然後很生氣很生氣 有一次她氣哭了 然後她就 老師她就轉過來說 老師他們一直叫我黑豆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有聽到 然後全班就是 也沒有全班就是幾個人一直鬧她 然後我就突然很驚訝 我就 蛤真的喔 那 那你是黑豆嗎 然後我就 我不是啊 那她又在叫誰 然後 我爸爸 那你幹嘛理他們 然後 喔 然後她好像才發現說 喔對 然後其他人 就是也 也在看 就是說 喔 就是老師 就是 那我感覺是 就是我 我給她的感覺就是 你 你不要去理他們 就是 就是有點像是 你 他們會 就是可能 第二年級 會因著 就是取笑她 然後看到她的反應這樣子 然後就會 她哭了也好開心喔 再繼續這樣 然後 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說 那下次我教你 然後我就 那下次我教你 然後我就公一家那些 一直就是 講她的人的面前 我就說 那下次她玩如果這樣的話 妳就 欸 誰啊 在叫誰啊 這樣子 然後她就破季微笑 很開心這樣子 對 就是 小小的面子 好 好 要怎麼畫來 我也想要分享 對 好 大不請讓你們慢慢講 對 那個 我對於髒話這件事情 有比較不一樣的看法 因為 我本身就是 一個會不小心講出髒話 我就屁啦 然後想說 喔喔喔喔喔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會在那邊 叫叫叫叫叫 但是事實上 像我阿哥也是一個蠻嘴 就是該你來幹嘛幹嘛 他們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但他其實真的沒有惡意 他那就是打招呼過人 所以 真的啊 然後 所以我 像小朋友都會罵笨蛋 他們就會生氣 然後我自己有出一方法 是我跟他講說 拜託 罵笨蛋你們就被老師罵 你們要想一個就是 比較特別的方法 罵別人不要被老師罵 然後就說什麼意思啊 就說比如說你可以罵人家乳蛋啊 然後就開始在想一些什麼 鐵蛋啊 乳蛋啊 什麼什麼蛋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其實講一講 這種罵法有時候 他們就會笑出來了 然後另外是 就是那個 我一直覺得罵 當話這件事情 我就會跟小孩講 有一次小孩就問我說 嗯 那個當話是什麼意思啊 又 你幹嘛一直講 他就說全世界的當話有幾種 我說你想要罵人什麼字都可以變當話 然後他就很想知道 他就說就是什麼幹什麼啊 然後什麼什麼蛋的啊 那個啊 那到底有幾種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如果真的很想罵人的話 我按你都可以變當話 然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來想想他就說 對我馬上每次要罵我的時候 他就大聲的罵人 他不會罵髒話 他就是大聲罵我鼻子 我說對啊 你覺得那個 那一個就是比較有想罵人 對啊 因為我覺得有些時候 比如說像我小時候也被接 接受到就是 髒話是不好的 可是 可是我家 可是我家 我阿公就是蠻 蠻口髒話的人啊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好像跟設計第二有關係 就是 如果只有用這個去定義 髒話是不好的 是不是也等於是在 叫你們否認自己的 阿公阿嬤 或是 就是以這個為打招呼 這個長輩 對就是我 我剛剛聽到 好 欸你拿照片嗎 跟現在 好 好 老師我們再補充一點點就好了 好 來 一點點 好 好 就是我同意 剛剛講這個 對我忽略那個步驟 就我們班上 我們彰化這區 有很多公屋跟廟 所以其實很多小孩 也會去跳法家這樣 或是 去那個什麼 症頭 對 都會去 因為真的他們招呼 是真的 是真的都會 然後就是 刺青人都會這樣 所以 我一開始在我班上 要講說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講了一個故事 給他們 我就說 有一次我去吃吃飯 然後隔壁啊 就看那個一個男女啊 兩個人 然後男的算女的女 然後吃飯聊天 我就覺得 哇 畫面好好吃飯配美景 真不錯 然後這次出來 就是男的就站才罵 我就講了一個 故事 因為我自己的身為 我覺得我不太適合講 所以我還是用B音代表 就是 然後就 然後 然後女的就這樣 然後 然後被喊 然後被喊 其實 這個景色好像不變表了 雖然他們講到說 我沒關係嘛 對不對 但我就覺得我看到這個美景 你們不見了 突然這一口面吃下去 味道改變了 我說你們可以同意這個感覺嗎 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們同意同意 他們說 對啊 然後一開始他們有這種同意之後 我就看見他們解釋說 對 但是他們的 他們的打招呼方式 但我們現在在社會 群體社會當中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練習這兩個 那所以我們班會被我引導 引誘到 做這件事 然後我就很 很機車 我在 大概上一個禮拜課之後 他們接觸我的 我就讓他們寫一張紙條 就是 上我的理化課 還有我的這個犯規 對你們來講 非常不適應 然後 沒有辦法達成 就是你有什麼感覺 請你 就是 思考一下 寫好 就是講說 就是上了我的理化課 一個學期之後 我就聽他們要寫一張給我一個回饋 因為我說我是新老師 給我一點回饋 照不想決定妹啊 那種 他們就寫一張 那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個陣頭的小孩 他本來回家要幹嘛 就是去公公廟 裡面那一種 沒人來去要這樣子罵 的那個小孩 然後他說 其實一開始規定這個獎 之後 我就決定在這堂課 我要當牙巴 因為我沒有辦法說話 我沒有辦法開口 我覺得這也規則太嚴格了 但是沒有想到 我竟然做得到耶 原來就是在不同的環境下 用 再意思是說 在不同環境下 遵守這個規則 並不是這麼的困難 而且好像這樣子 人際關係有變好 然後 我看了之後 我就有特地去看房間說 欸欸 真的欸我好喜歡你喔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也還有 所以 就像你講 我也不能說那是不好的 我只是說在一個 社會群體 畢竟我們這種裡面 已經罵鬥 已經經過像我們 只是被叫他 直接經過的情況之下 為了去忙 還是要告訴他 我們一下 求生存 一直不求 對我是真的 這個 我以為這小朋友 之前 剛才學的時候 這個學期比較明顯 每個禮拜 都有 晚上在夢想完結 我不說這樣話 一百次才是做一百次呢 就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好這樣 那 當然我們都已經知道 就是說 對某一些社會階層 或者是他的家長 用你的習慣 那回到教育 是一個倫理的行業 你問我說 這樣子好不好 如果以倫理來說 確實 剛剛是相領嘛 對不對 林鄉 就是說 在教育上 那我還是得讓他知道說 我盡我的義務 我要告訴你 一個叫做社會規範的東西 但是怎麼 你跟這個社會規範 要保持什麼樣的 的 關係 你可以決定 好 但是等一下喔 你是誰 決定了 你有什麼決定 可以做 你知道嗎 好 比如說 就在我的 我有一個小朋友 一直寫 我不說彰化的 那幾個禮拜 去年就是九月開學嘛 就是一直被法寫 然後十一月的時候 我請了高雄大學 一個教授 來我們 東方大學 我們借了一個民宿 借了一個農舍 然後我們兩天一夜的時間 做老師的workshop 這個教授 不管是在放拋 或者坐下來坐談 就是 他每個小時 都要講三次以上的彰化 而且是這樣用力的這樣 然後當中有一次是我們坐在討論桌 那他是劉德爾的 對面也是一個劉德爾 我們中環的劉德爾老師 他因為講到一個髒話 想不到那個老師會跳起來 因為被嚇到這樣嗎 然後我們全部的人 沒有被那個髒話嚇到 是被那個女老師的 跳起來嚇到這樣嗎 好 那 就是說 他說髒話的時候 然後我們完全沒有聽到髒話 這樣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 因為他 叫做 融入的太好了 就是說 就是說覺得很順 而且是會有那個表演的效果 就是你感覺他是一個performance 然後再加上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 他講出來的 他的簡報 他在描述事情的脈絡當中 你覺得他有加分的效果 就是說 就是說 而且大家會覺得說 哇 聽起來很 就是很夠力這樣 就是 可是今天我們的孩子沒有這個身份 我們的孩子沒有這個表述的能力 所以他就只會惹人討厭 或讓別人評價他 所以以其告訴他要都不要 不如教他去分析說 我不是開玩笑這樣說 就是說 就是說 以人生可以公開說髒話為目標而努力 這樣子 就是把這位教授這樣 你們懂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說 要不然就不要說 因為說了就要一直寫這樣 好倒沒有這樣 那如果要說 就要努力超某一個 就是我開玩笑的啦 就是 所以那一天呢 實在是被打寫得太厲害了 各位 就是說 我也不懂學校老師在想什麼 因為其實 其實這只會增加孩子的憤怒跟 他有沒有學習到 所以那天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把這個被打寫的孩子呢 就是 就是我們 我們就坐下來 然後發那個電力貼 就是電力貼大家知道嗎 一張一張的那個 然後一人發了三張 請他們寫下 他們最常講的三句髒話 然後我要帶他們做討論這樣子 好 結果呢 每一個孩子的做法就是 喔 我沒有說髒話 我不想說這樣 我沒有最常說的三句 我都是隨便說的 沒有說 就是每一個都開始 就是明明就已經寫 我不說髒話的那些都說沒有這樣 好那不用說最常說的 說你聽過的好 這樣好 就聽過 聽過的就 然後有一個小孩 大概小學不曉得幾年級 他是來玩的 他就說老師我要參加這樣 好好他就參加 所以他寫的髒話都比較有 就是豐富的 你知道嗎 我們自己的孩子寫的都蠻平淡的這樣 那我們就開始 因為又寫的不用講的嘛 然後那我們就 當然是我們會再討論 所以我們就跳過了那個話語 然後就說啊 這個是問候媽媽 這個是身體器官 這個就是 就開始分類 然後就開始排列組 然後重新認識 到底 結果你又發現 孩子根本不曉得髒話在幹嘛 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個髒話是什麼意思 他完全不知道這樣 那當然我不會教他知道 因為他不知道是最好這樣 這樣他還是會知道 然後我們就 但因為這一輪 孩子怎麼放鬆了 好我們就開始聊天 然後去理解他在說髒話的那個脈絡底下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必須要用那個髒話在那個現場當中浮現這樣 好 那你大概可以發現這件事情 一個是 其實他對同學跟老師想要表達憤怒 就是說他被激怒或者是被搞的時候 那他不能用就是用肢體當作一個回擊的時候 然後他覺得需要一個比較有力的言語 去讓他知道 Stop it 好 所以你理解到說 他看起來像一個攻擊性的語言 可是事實上他是一個防衛性的需要 所以說你再往下去理解說 你上次用這個的時候 你知道你什麼時候用的嗎 這樣 就是你要很會問 然後讓他能夠順順的出來 所以那我們再往下 就把這個理解還給他說 喔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攻擊人 我們是被搞不舒服 好 不管是老師或者是同學 他的言語行為 我用這個當作一個盾牌 可是你看我的盾牌 卻被別人視為是一個攻擊 那 我懂了嗎 好 就是讓他知道 有好朋友像是這樣喔 好 孩子像這樣的孩子喔 我們都知道 他其實知道的事情 能夠跟表達的事情是很大一段距離 他其實他知道了很多 但是你要他用言語表達出來的那個比例是很低的 所以當你用他聽得懂的方式告訴他 原來你在做這個的時候 他是被照顧到的 好 那在接下來我們才會談問題策略 就是說 OK 那如果是這樣 確定了嗎 OK 那我們接下來 那接下來就會變成是 因為我要保護我自己嘛 可是我卻被視為是一個攻擊 對不對 好 就是這個 保護本身應該是應該是這樣的 的動作 可是我用彰化的時候是這樣的動作出去 這樣 好 那所以他會是一個衝動 也就是說是一個反射性的衝動 那我有沒有可能去察覺到 我這個反射性的衝動前面的狀態 其實我們在他們再重新認識自己 也就是說 彰化又是一個被選制的東西了 我已經沒有在處理彰化了 我在處理他在彰化當中的這個處境 好 所以簡單的說 他必須要去察覺更前一個階段 他怎麼把自己掉進了一個 必須要保護自己卻被視為是攻擊的行為 那我也不知道是因為我沒有注意還是老師 剛開血管的比較嚴 之後那個髮血的情況 至少在五位屋就 至少這一兩個月沒有再看到 還是他們在學校就寫完了 我不知道 好 就像那個躲在桌子 就是說 這是我想的 你就是說當他被理解的時候 其實他的解決問題方式 常常不一定是我們交給他的 好 包括孩子抽菸也是一樣 好 我們來孩子抽菸 躲起來抽菸 然後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杜絕抽菸這件事情 就是我的目標 沒有辦法 你問我要不要抽菸 當然不要 所以 比如說抽菸這件事情 不是有具體法令的對不對 好 那我就會先處理法令 可是我會先說 你知不知道我這個法令 因為學校有教嘛 我們複習一遍 那這些你都知道了嗎 知道了 好那接下來 我就很誠實的告訴他 我沒有能力 呃 約束你 叫你不要抽菸 我先成立我的無能 好 那我只有幾件事情 請他確定 第一不抽來露木屏的菸 對不對 那我有問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好 因為他說 我問他你的菸怎麼來 他就說 嗯 學長給 我說不要給我模模 拿一個學長幾年級 什麼班 好 他就 這樣 我說好 那 他為什麼有這個經濟能力 可以免費提供煙給大家 好 他就這樣變成閃爍 我說好 那你知道老師在問什麼 知道 OK 好 所以這裡面可能有什麼事情 都不講明喔 就是一直問問題 好 那這些也都確定 法令也知道 毒品的系統也知道了以後 接下來我們就有一個約定 第一 在我的視線範圍內 不能用 這個就會比較嚴厲了 在我的視線範圍 那你知道我的視線範圍是什麼嗎 好 知道 那不是我顧君喔 不是顧老師喔 是我的眼線 我的眼線 視線範圍內 請不要用 這樣是第一個 好 第二個 因為你要來夢想館 就是工作嘛 那他會這樣 下課以後就跑去跟人家先抽煙 抽一抽呢 他才來我們這邊 所以他其實有 有煙味這樣 我說喔 在我的視線範圍內 視線範圍就是我的眼線的範圍內 第二個 如果你是要來我們的空間 進來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聞到香煙的味道 你要做到這兩點 好 這兩點 然後第三點 好 這一點 比較急車 就是不可以亂丟煙滴這樣 就是你自己抽的那個香煙頭 不要用 我說這是最基本的 好 我說 我說抽煙要有煙瓶這樣子 煙地不可以亂丟這樣喔 我知道啦 這樣喔 OK好那就好了 所以 也很好玩的 就是說 當我們用這樣子的 就是這種堅硬的方式出去以後 也許我仍然不能夠杜絕香煙這件事情 可是我可以調節它 好 因為香煙這個事情非常的複雜 因為它會跟毒品的那個前哨 有很大的關聯這樣喔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說 當然我們可以處理 髒話抽煙這些所謂的偏差行為 可是對我來說 我會拉到那個 剛剛的這個層面 比如說髒話這件事情 我也可以講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個小孩是 就是爸爸就是男口的 髒話的爸爸 因為他是開那個 大型重重機劇的 他說爸爸在工作的當中 如果沒有講 沒有力氣這樣 知道嗎 就是 你們懂這個意思嗎 他是做那種工作你知道嗎 這樣就有力氣了這樣喔 所以他習慣了 而且爸爸身邊的工作人員 就是就是也都是都是這樣的嘛 好那有一天是這樣 我們我們要做一個活動 所以大家用分組 就是我們就要分組這樣 然後他一不 因為他長不專心嘛 他一不留神的時候 別人都分好組了 結果他就 就剩下一個人這樣喔 然後他就會說 欸我們分什麼一組 然後其他人沒反應 因為大家 大家不確定要不要他一組 然後他就 啪這個髒話就出來了 可是因為我在那個現場 他那個髒話是這樣 啪就掉下去那個聲音 你知道嗎 就是他出口可是發現來不及 不出了 然後只是過了就在 所以就 趕快消音這樣喔 然後大家就笑了 因為這個動作太好笑了這樣喔 那我當然聽到了嘛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回頭 因為在我的後面 我就回頭看著他這樣 他就這樣 沒有 沒有 沒有喔 他就一直告訴我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聽到什麼這樣子 但是我那邊很誠懇的跟他說 欸你知道嗎 假如我是你喔 這一些我就指著那些同學 我說這些人在分組的時候 竟然不叫 不叫我 然後就分好組了 分好組了 我還跟他們低聲下氣說 欸給我一組 他們也不理我 人生喔 這種可以說張話的時候太少了 你應該大聲的說這樣子 拜託你說他們這樣子 唉不要老師 不要啦 不要啦這樣子 我說不行 我說這真的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而且才夠硬 不是說爸爸這樣做沒有力氣嗎 我說這種時候 就要告訴你的朋友這樣子 他說老師我已經有講了 我已經有講了 我已經有講了 我說剛剛你不是說沒有嗎 他就說有啦 然後我就跟他好好談 就是說 我說其實 其實我 你如果你問我 我還是希望大家就 生活裡不要有張話 可是如果他 在某一個特定的時空底下 確實是能夠表達你的某一種情緒 跟舒解你 而且讓對方知道說 不要這樣對待我的話 你 你就說吧 這樣子 好 可是你很有趣的是 在這樣的場景裡面 全部的人都一直在笑這樣子 就是 就是一整流 不知道幹嘛 就是笑聲音都會這樣 好 所以我仍然沒有在處理髒話 這樣聽懂嗎 我在處理他在面 就是他怎麼察覺到自己的情緒 然後 他是一種選擇表達情緒的一種管道跟形式 那他必須要被理解 他也要重新看到 原來我自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 就是一直重新認識自己跟這個事情的關係 這樣 所以我 我常常用一個公式 就是 跟那個吐槽一樣 就是我們要練習把那一個東西X化 因為他是一個X 他永遠都是我們的媒介 那我們要問這個媒介 我們到底要跟我們的孩子創造什麼樣的血型 那如果我一直去處理那個X 那個X就會被技術化了 當然你可以用一些有趣的方式去處理它 但是請記得X一定不是我們要處理的東西 一定是那個X我們想要他產生的這個部分 好我們下午應該要休息一下 現在